江山如此多郊,身处成郊,远离喧嚣 住进2022年大运会主场馆东安湖旁边的谍平别墅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来,我们换上一首劲爆舞曲 接下来进入探方之旅 听说小花园满足不了你的院子梦想 那么这套端户150平方的大花园够不够 侧花园70平改造成孩子的玩乐空间 下一个NBA巨星就从这里开始成长 侧花园连接卫生间 运动过后记得洗手哦 入户进来的右手边就是客厅出来的正花园 正面的花园有90个平方 在您家专属的私家花园里 你可以种花养鱼开party 豪宅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套位于东安湖板块 保利开发的一套谍品别墅下跌 产权面积300平 套内实得380平 端户花园150平 参客区开间10米 近深6米 无论是宴会还是会客 都会让你备有面子 餐厅的背后是U型的厨房 在这里占4个人都不是问题 客餐区背后的空间是楼梯和私家电梯 右手边是一楼6个平方的入户空间 最里面这一侧是一个公区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连接到侧花园 可以从这个位置走到侧花园里面去 卫生间的背后就是一楼的长辈房 这间长辈房有11个平方 一楼入户进来 正对的这个空间是楼梯和私家电梯的空间 地下室5米8的条高 目前样板间这里做了一个夹层 夹层的面积有20个平方 接下来我们移步到地下室-1楼的空间 -1楼楼梯间角落这一侧 是私家电梯和地下车库入户门的空间 这套叠平下跌的地下室的面积有90个平方 并且整体是5米8的条高 样板间只搭建了20个平方 做了一个夹层 这一侧可以改造成影音室和会客区 并且带有独立的采光天井 采光天井的玻璃就在一楼的花园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移步到二楼的起居室 起居室上来之后 左手边这一侧做了一间儿童房和主卧 左侧这一间的儿童房有15个平方 并且在儿童房这一侧的采光面是全落地的双层中空 隔音隔热的玻璃 从儿童房的窗户看出去之后 就是自己的私家花园和小区里面的园林景观 右手边这一侧是一间主卧 这间主卧的面积有35个平方 主卧这一侧的采光面玻璃也是双层中空隔音隔热的落地窗 里面这一侧是步入室的衣帽间 还有洗漱区 洗漱区和卫生间这一侧是做了干湿分区 在房间的最里面才是你们家的卫生间 放下一个大浴缸都不会觉得拥挤 穿过这个主卧 我们就来到二楼的最后一个房间 这间房间是一个次卧 这间次卧也可以改造成客房 楼梯上来的右手边这一侧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 在最里面这一侧就是工区的卫生间 在工区卫生间的隔壁就是11个平方的客房 那么这样一套位于龙泉东安湖湖边的迭拼别墅下跌 你能爱了吗 关注小王 走不出户 看好房 走不出户